眼看前方道路已经裂开 部分路面还向下塌陷 但小货车还是冒险前进 直接驾驶小心翼翼 把车靠近山壁行驶 过程显向还生 幸好最后成功通过 不过就在下一秒意外发生 马路前半端突然开始摇晃 过没多久路面整个塌了下去 就连一旁山颇打块土石 连同树木也都倒了下来 因为发生摊坊意外 南投例行产业道路满目疮痍 大将图石堆积在马路上 山区居民开车经过都提心吊胆 因为就怕道路再次崩塌 大雨造成南投人爱乡 南风村 卢山温泉区 以及清津农场周围在勤产中 主要道路台14甲县 7日上午才刚发生摊坊 没想到不到一天连接这里的例行产业道路 52.2公里处也坍塌 导致车辆无法进入 道路交通完全中断 双向马路大面积军裂 工程人员紧急灌将填补 类似这样的地基摊坊情况 在南投山区随处可见 情况非常危机 暴雨重创南投山区 土石流冲毁连外道路 现阶段只能靠重机械推进 逐步抢通 但路况非常颠簸 救援物资也有限 省政府还得继续加把劲 才能抢通山路 恢复双向交通 新闻秋平一 陈彦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